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上通宵熬夜 第二天结束开会 没有闻 但有了宝宝之后 我才知道 什么叫叫不够睡 什么叫人生如此之累 公司有做不完的事 家里有幸福的烦恼 在这个时候 你一定会想 我是不是该去买辆车 一辆舒舒服服的车 哪怕是开在路上的那短短的一段时间 也能给你带来很多的幸福 我觉得现在花十万块钱买你人生第一台车或者一台家用车 真的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太多了 公司最近来查风神一炫 MAX 我觉得这类车型挺有代表性的 十万块钱 你真的能获得很多很多东西 这车我体验两天 我觉得有些东西还是挺让我意料之外的 首先就是软质座椅 而且高配 还配有腰部支撑 而且这些舒适性的东西真的只是基础 主驾的座椅带通宫按摩 同时还有座椅机翼 我觉得这个价位的车型非常重视座椅的舒适性和座椅的配置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往往这类车型才是真的要照顾到一家老小的乘坐需求 至于这个价位的车机系统啊 有的看 有的听 其实就足够了 10.25英寸的中共大屏 内置华为的嗨卡系统 十万块钱左右的价位啊 真的 国产车的车机 没有一家做得不好 至于其他的硬件也都是为了让这台车啊 坐起来更舒适一些 比如四轮独立悬挂 后排乘坐会更好一些 而4D智能揉风系统啊 相比传统的冷热风直吹的空调 确实柔和很多 全景天窗也是可开启式的 对于绝大多数家庭用车而言 这些东西就足够了 有没有孩子这件事对男人而言绝对是个分水女 当爹之前 我买车最主要的想法就是 灵活紧凑 自己开着要爽 毕竟后排基本上不做人 所以啊 无所谓它的空间问题 但有了孩子之后 你的副驾可能就是这样 因为大部分的儿童安全座椅 装在后排占有的空间啊 真的不比一个200斤的胖子少多少 而且妈妈还要随时照顾宝宝 所以后排就变得重要多了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一台车不仅能够照顾到家人乘坐的舒适性 又不牺牲奶爸们的驾驶机型呢 这个问题啊 要分两步来看 家人要坐着舒服 主要体现在空间尺度上 4米8的车长 2770的轴距 5年前的中型车也就这样 1米87的车宽让车内的横向空间非常好 王马三系奔驰C这样的豪华品牌中型车 宽度还不到1米85 你自己脑补一下 车宽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让后排坐起来更舒适 还能让前排更有高级感 比如说中央通道位置的扶手 这里就可以做成对开设计 横向宽度啊 必须足够才行 我知道你们一定会问我 10万块钱买到舒适的乘坐空间没问题 但10万块钱怎么能买得到 有机型的驾驶乐趣呢 简单 靠混动 这台一旋MAX搭载的是马克动力的MHD混动系统 发动机电机结合起来 充分发挥内燃机在高速空间的优势 以及电动机在全速域中的电驱特性 正因为如此 它不仅能做到百公里油耗4.3升 让你成为家里那个开车斯班顺滑的老司机 也能让你自己开它的时候 体验到零百加速7秒内的乐趣 空间乘坐让家人满意 性能操控让自己满意 这才是奶爸车应有的样子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 就是男人当爹之后啊 做任何事情都会变得三思而行 安全第一 开车安全也变得 非常重要 第一类比较重要的功能 是有智能安全提醒 毕竟晚上休息不好 早晨开车 打哈气 低头等动作 第二是一些L2级别的驾驶辅助功能 万一开个长途 或者登车的时候 可以降低驾驶的疲劳程度 再有就像三百六度超轻雨下 或者自动驳车入位 这些功能 毕竟有之后 你万一抱过海外有什么 车需要家里其他人来开的时候 这些功能非常实 其实今天拍这几节目 拿后面这台车十万块钱预算举个例子 就想跟大家说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不要把奶爸车这个东西啊 想得太狭隘或者太酷化了 不是说一台大的MPV 或者一台大的SUV 才叫真正一辆奶爸车 你想想看 三五十万价位一台车 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负担得了 对于更多普通的家庭而言 家里增加一个新成员 有了小宝宝 也是家里购买第一台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而这时候十万块钱左右的预算 能给自己带来一些什么 该如何选择家里的第一台车 也就变得更加重要 我觉得还是可以参考 我之前说到那两点 一 你要满足全家人的乘坐空间和舒适度的需要 第二 如果有可能的话 再照顾到自己关于驾驶乐趣的那点点小追求 怎么说呢 从选一台对自己好的车 到过渡到为全家人服务的车 这才是一个男人 一个奶爸 真正成熟的表现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